Amen 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过去两天 我们现在正在真言的系列 我们会陆续的来教导真言 一起来学习 我们也感谢主 当牧师昨天教导我们说 神是非常渴望 要给我们智慧的神 当我们没有的 我们没有的 我们就可以向神来祈求 我们很感谢 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吝啬的神 祂渴望给我们智慧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 第三章 当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在讲 哎呀 要怎么样的来预备 今天我们第三章 就是要跟我们讲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学习的就是 智慧人乃与神同行之人 智慧人就是与神同行之人 第三章我们看到 智慧人当我们成为智慧的时候 有很多的好处 我们可以日子长久 有富足的人生 但是呢 还有更好的就是呢 蒙神与人的喜爱 然后呢 受神的保护 这些都很好 这些是智慧人 但什么是智慧人呢 我们默想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就是与神同行的人 在所行的路上呢 都要认定 耶和华 Amen 就是让我感觉到 上帝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成为一个与神同行之人 我们一起说 今天我要与神同行 圣灵你带领我们 Amen 是的 让圣灵今天来带领你 当你做事情的时候 常常带着祷告的心 问圣灵 圣灵啊 带领我 带领我 邀请他来带领我 圣经在阿摩斯书第三章呢 告诉我们 一节经文这么说 恶人若不同行 岂能同行呢 恶人若不同行 岂能同行 兄姐妹 今天早上 我们要成为与神同行之人的时候呢 我们要跟神的心是相连的 我们要以神的心为心 那我们要怎样知道神的心意呢 我们要怎样知道神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兄姐妹 第一点我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呢 我们第一点要与神同行的话呢 我们要来谨守神的话 就与神同行 正言书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么说 我儿啊 所罗门告诉他的儿子说 不要忘记他的法则 就好像今天神在告诉你跟我一样 就好像说孩子啊 你今天不要忘记我的话 你要谨慎 谨守我的诫命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数与平安 加给你 然后不由可使 慈爱诚实离开你 要细在景象上 刻在你的哪里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兄姐妹 是的 我们要把神的话刻印在我们的心板上 而不是只是在我们的知识头脑上面 有很多人 可能我们很明白神的话 我们可以学习很多神的话 神的知识 我们可以很多神学的知识 但是呢 我们却没有活出来 什么叫做谨守神的话呢 就是遵守的意思 就是我们明白 我们而且遵守神的话 我们要醒出来 与神同行 就是要把神的话语 行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 兄姐妹 今天让我们不只是 把知识 把这些经文放在头脑里 而是活用出来 那你就是一个智慧的人 那你就能够得到 圣经所告诉我们 真言书所说的 智慧人的好处 每一个都列下来 但是兄姐妹 我记得有一次 到我十多岁的时候 我在教会听位牧师讲道 我们那个牧师呢 叫我们读 他是英文讲道 他告诉我们说 那我们一起来翻开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然后呢 他就叫我们大声地一起来读 然后我们要翻到的时候呢 我们一起读的时候呢 我们才要读前面第一行的时候 我们圣经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英文是 for God so love the world 当我们读到 for God的时候呢 他讲 stop 停 他就讲 怎么这么奇怪 他讲 再读多一次 我讲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for God 他讲 是 许许多的时候呢 我们很容易 for God 英文就是叫我们 忘记 忘记 讲到忘记 他讲我们很多时候 忘记神 兄姐妹 我们怎么忘记神 我们没有忘记神呢 他说什么 就是当我们没有行出神话语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忘记神 我们在知识上 我们是有知识 但是我们没有行出来的时候 我们忘记了神 所罗门告诉他的孩子说 你要谨守他的诫命 谨守神的诫命 今天第一点 告诉我们说 兄姐妹 我们与神同行 我们要成为智慧人呢 我们要把神的话 藏在我们的心中 那你就是智慧人 你就能够得到 神在你生命中的引导 他给你很多很多的引导 不同的智慧 Amen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来看 兄姐妹 我们要怎样的 成为有智慧的人 要与神同行呢 就是呢 我们不依靠自己 这就是我们的 默想的经文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二世 亲爱的兄姐妹 当我预备 当我在想的时候 这些经文 我们都很熟悉 当我们再次读的时候 当我在预备的时候 神再次的向我说话 祂说 你要专心仰赖 我讲专心 我们会学习专心 仰赖耶和华 仰赖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边要告诉我们 就是呢 好像完全的 放下 就是呢 totally lay down 就是在神的面前 你跟神说 神啊 我真的不能 我只有依靠你 我只有 你只有你做 事情我才能够成就 我真的不能 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 喜欢依靠自己 但是这边告诉我们 说什么呢 让我们放下 让我们放在神的脚前 今天 你有一些事情 你在处理着 或者一些环境 你不想站在 那个环境里面的 但是我们透过祷告 跟神说 主啊 你叫我 全心的仰赖你 主啊 我把这件事情 交托给你 主啊 我真的靠人 真的不可以 但是主啊 我交托给你 不再依靠自己 后面告诉我们说 不可依靠自己 弟兄姐妹 这个不可依靠自己呢 是什么 就是呢 始祖亚当跟夏娃 犯的罪 就领到了我们 牵连到我们 我们很喜欢依靠自己 依靠自己就是 以自己为中心 就觉得 我可以了 我自己可以了 上帝啊 我认识你了 我读你的话 我明白了 我懂了 我知道可以怎么做 你有自己的聪明 你有自己想要做的 许多时候 我们在想的时候 我们想说 自己的聪明 就是我们许许多人会问 什么是神的旨意 我要怎样知道 神的旨意 兄姐妹 你是否有问过上帝啊 或者有问牧师 牧师我怎样知道 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 那个是不是神的旨意 兄姐妹 很简单 我们读神的话 第一 我们读神的话 第二 其实 兄姐妹 我们不需要知道 这个神的 是不是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的话 我们按着神的话语来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行在祂的旨意当中 许多的环境 不同的选择 不同的决定 这些都是我们会面对的 但是 在众多事情上 我们要怎样的知道 我们正确的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呢 就是按着祂的话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许多时候我们讲说 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呢 很可能是我们讲 哎呀 看看神的旨意 是不是合我的旨意 如果神的旨意 合我的旨意 这样我就愿意的来配合 不然的话 我再祷告 让神改变祂的心意 兄姐妹 不是这样的 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神知道什么对你最好 最好 那我们来寻求祂 而且呢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呢 都要认定祂 那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在预备 我就想说 上帝啊 什么事情叫做认定 我们要认定祂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要怎么认定祂 那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女儿 好像现在她两岁 然后呢 她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她不确定 但是她又很想做的时候呢 她就会一直看着你 她转过来看看你 或者是看你有没有什么表情 然后她可以不可以 继续再做下去 这就好像 神在告诉我们说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来寻求 问问看神 你不是在问人 你不是在 去找某某先知 而是呢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在一切的事上 都要来问他 哎 上帝 上帝啊 怎样 OK吗 这个事情 弟兄姐妹 神会向你的心来说话的 神会向你来说话 你要知道神会感动你 有一句话这么说 对于一个祷告的人呢 来说 绝对没有一件事是巧合 对于一个有祷告的人来说呢 没有一件事情是巧合的 这句话非常的好 当我听了之后 我知道 是的 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哎呀 这件事情发生是巧合 那个人 遇到 他是巧合 弟兄姐妹 我能够做的那个生意 是巧合 是幸运 弟兄姐妹 不是的 而是神给我们的 当一个祷告的人的时候呢 当你有祷告 你就知道 这是神给你的 这是神的恩宠 这是神的带领 那若我们没有来寻求他的时候呢 我们就觉得 这一切都可能只是巧合 这一切只是幸运 所以弟兄姐妹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呢 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 而是呢 要来等候神 要来依靠他 要把自己完全的放在神的面前 就让我想到呢 就像诗篇23篇告诉我们说 他领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 我们就好像羊一样 主啊 我们不知道哪里有水 哪里有可以安息 但是神会引领你 弟兄姐妹 当我们来依靠他 我们不再靠自己 我们会不讲说 上帝啊 这个合我心意 我就跟 这个不合我心意 我就不跟 真的 弟兄姐妹 因为许多时候呢 如果上帝给你知道他的旨意过后呢 我们很多时候都不会跟 因为可能神要 就是我们不断地提升自己 不断地改变自己 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意 有多少人说 如果我像约瑟一样 昨天我们晚上的祷告会 我们像约瑟一样 我们知道说 我们要经历这么多的灾难 要跟家人分离 过后我就成为宰相 如果神一早就让你知道 这个故事的决局 你会不会愿意走这条路 或者是有些人让我们知道 如果你信耶稣 就像新约的使徒一样 你跟随我 上帝告诉你说 你跟随我 如果呢 你会赢得很多人 但是呢 你会失去自己的生命 弟兄姐妹 你还会要吗 还是你想说 像耶稣一样 耶稣说 你来跟随我 哇 我们以为说很棒 但是你说 你要上十字架 要上十字架 弟兄姐妹 许许多多 这些神的旨意呢 都是挑战我们 帮助我们提升自己的 但我们知道 我们不愿意 可是呢 当我们回到神的话语 当我们学习的 依靠神的时候 我想说 神啊 我不行 但是没问题 靠着你 凡事都可以 靠着你 我能够胜过 我面对这样的冲击 这样的挑战 主啊 我不能 过去的我不能 但是主啊 我相信 今天你帮助我 让我能够依靠你 我们能够胜过 Amen 兄姐妹 第三点 就是呢 今天很最后一点 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要与神同行的人呢 就是顾及他人的需要 在真言第三章27节这么说呢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就不可以推迟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是的 与神同行的人呢 是一个向人施行 这个行善的力量的 是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呢 这个善 良善 是神的个性 他喜欢 他喜欢我们像他 神要我们像他 一个智慧人 要得着神的祝福的人 也是一个懂得 顾及他人需要的 这一个 为什么神让我们要顾及他的需要 第一点 让我们能够像他 也能够让我们脱离自我中心 就是呢 很自私的 弟兄姐妹 我们人都想到自己一些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顾及自己 但是呢 当神告诉我们说 你要成为智慧人 你要与神同行的时候呢 他要我们学习行善的时候呢 就是呢 让我们学习放弃自己 放弃自己的利益 来寻求别人的利益 放弃自己 说 舒服的 而是呢 让我们看见 有更多人的需要 是的 在你的生活当中 我相信在这段期间 可能真的很多人 是有需要的 然后我们 是否是一个 愿意 顾及到他人需要的 还是我们说 哦 有别人帮忙啊 有教会帮忙 我们就丢给教会做就好 兄姐妹 不是的 让我们学习 在我们可以的能力范围 不一定是要帮助基督徒 甚至我们鼓励 帮助更多 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人 让神的爱 透过你 能够 向人来展现 让我们学习 今天我们透过这三点 我们要成为智慧的人 就是与神同行的人呢 我们要来做什么 顾及他人的需要 我们不要依靠自己 我们要常常的 学习 谨守神的话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活出来 活出神的话语 Amen 兄姐妹 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我们的生命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